这里和我们来学习通过点的曲线 那么这样一个设定文当中 通过点的曲线 那么它主要是包括两种类型 一个是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再一个是通过XYZ点的曲线 那么主要先看一下 关于这样一个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好 我们先来切换到人当中 新建一个模型名件 进入到零件建文的话题当中 那么什么是通过参考点的曲线呢 那么这样一个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那么它主要是指 通过已有的参考点 来去创建得到一条光纯的曲线 这就是一个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那么通过对这样概念的学习呢 我们应该能够发现 要想创建一条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那么就必须由已有的一些参考点 来作为一个知识 因此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创建得到一些参考点出来 比方说我们先通过炒会的方式 在这样一个前十句里面之上 创建一些点出来 比如说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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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四个点 但这样四个点的具体位置 我们不做具体的要求 我们单击退出炒会 这样完成这样四个参考点的定义 然后再比方说 我们再次通过炒会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再从这个又是机里面之上 再来创建一些点出炉 比如说 我们在这做一个点 这做一个点 这做一个点的物件 位置也不做要求的物件 好 这样我们就得到什么样 得到这样七个点的物件 这是四个 这是三个的物件 那么现在能不能够通过这样一些点 那么去得到一个空间曲线出来呢 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通过参考点的方式 来进行就最终得到了 我们来看怎么来冲锁 那么要想通过这样一个通过参考点曲线来冲锁 取线的话 需要先来执行这个命运 我们可以选择下下菜单 找到插入 选择执行曲线下的通过参考点的曲线命运 或者也可以通过单击特征功能选项卡 在曲线计论之下 选择执行通过参考点名曲线 也就可以了 那么执行完这个命运动呢 使用会弹出一个通过参考点名曲线多少况 我们需要去选择这个参考点去 比如说第一个选这一个 第二个选这一个 第三个选这个 第四个选这个选这个 第五个选这个选这个选这个 你看对吧 好 然后当你确定的选择 你看这就可以了 这样的选择选择 你看 系统会根据我们所选的这样一些点 自动去找到一个光顺的空间曲线出来 这就是一个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参考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做了这样一个 它是一个开放的选择 那么现在能不能做一个 封闭类型的通过参考点的曲线呢 好 那么这个也可以的 你要想去做怎么办呢 这样 选择执行这个命令 如果你想做封闭类型怎么样呢 需要选中这个闭合曲线就行了 选中闭合曲线 然后再去选择 比如说第一个它 第二个它 第三个它对不对 然后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对不对 第六个 第七个对吧 好 然后 赶紧确定 这样就能够得到这个闭环的效果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可以了吧 这样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闭合类型的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你看刚才我们做的这个参考点曲线 这个点是会通过草处带已经做的 对不对 草处带已经做的 那么现在能不能这样 我能不能够比如说通过 比如说拉线的方式 我通过曲线的方式 就是这样 做一个曲线 大家注意 好 这个曲线 然后 做完这个曲线之后 大家想一下 现有模型的这些顶点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的应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通过参考点曲线 第一个选这个 第二个能不能选它呢 那是不是可以啊 第三个是不是选这个啊 可以吧 第四个别选这个 第五个选这个 对吧 第六个别选了这一个 你看 行吧对不对 是不是也可以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我可能需要怎么样的 不让它封闭 取消过程这一个 确定 你看是不是也行啊 那所以说现有模型当中的顶点 也可以作为参考点的应用 这是我们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个 通过参考点的曲线 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点一定是要么是实时在这一个点 要么就是现有模型当中的端点也行 这是关于这个通过参考点曲线 它的一个做的一个规则 就要给大家注意 好 就这一个 好 这是我们做的这样一种类型 那么说完这个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 是关于这个通过XY点的曲线 这个是啥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XY点的曲线是通过输入XY的具体坐标值来去建立相应的点 然后再将这些点连接形成一个曲线 就这个意思 就是它其实也是通过点来进行做的 只不过这个点呢 我在定义的时候呢 不是你自己做的 也不是不做的 对不对 而是怎么样呢 而是通过输入这个点的具体坐标来进行做 那么你通过输入比如说 X字多少 对不对 Y字多少 对不对 你得多少 这不可以处理这个明确这个点的对标这个位置 然后呢 通过你多输入几个点 然后呢 根据我们输入这个点的位置 自动连接这些点 从而得到一个网络曲线 这就是一个通过XY点的曲线 那么接不接着看怎么来进行做 新建一个文件出来 还是 那么你要想做这种通过XY点的曲线 我们需要选择下来菜单 找到插入曲线下的这个命令 或者是选择特征功能选线卡 曲线之内下的通过XY点的曲线 就行 那么这一番之后 你需要输入点的坐标 比如说第一个点的坐标 大注意 我们写的比如说是输入 X是10 Y呢 比如说是25 Z呢 比如说是20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大注意 我们双击输入 比如说这个是 比如说是15的 对不对 Y呢 比方说是30的 Z呢 也还是20 然后第三个点 比如说X是30 Y呢 比方说是一个50的 对吧 然后第四个点 比如说这个X坐标是20的 Y呢 比方说是一个50的 Z呢 比方说是一个40 对不对 你看 这四个点坐标数定义好了 定义好之后咱们怎么样呢 咱们单击这样一个确定 这样 自动就会根据我们这样输入的四个点 完成这个曲线的创建 看到没有 这样就行了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 根据输入点之后来进行做 好 这第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来进行速度 这样 那或者说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再去输入这个点的数据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直接通过浏览一个文件也可以 这个浏览的文件它是有一定的格式要求的 一般情况下 你不要自己去寻找文件 你最好怎么样呢 最好是比如先把这个保存一下 保存到比方说 这个 我们放到哪去呢 放到比方说 say是02.03当中 定义上比如说是001的 格式回SLDCRV的物件 保存 然后大家消息 我们找到 刚才保存的这个文件 就这个就是这样 我们将它打开 打开到大家消息 我们选择用记事本方式来已经打开就可以了 这个上面有这个坐标的物件 然后怎么样呢 你就把这些值 你该改的改的物件 该复制的复制 就是你如果你想新加的物件 你最好是怎么样呢 把它别复制出来 站在这 是不是就行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样 第一个我们是15 这个呢 比如说是15的 这个20 然后这个呢 比如说是一个10的 20 比如说是15 对不对 这个比如说是20 20 25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个是20 Y对面呢 比如说是35 这个呢 比如说是30 这个呢 比如说是30的 这个是30 这个是20 然后这个呢 比如说是 25 然后这个是45 这个比如说是30的 对不对 这个比如说25是40吧 不改了 对不对 然后点怎么样 点保存 然后怎么样呢 保存好之后 既然我们在用它的时候 怎么样呢 点浏览 然后找到比如说 2.3当中 001的物件 这个打开 你是不是过来了 资料过来 然后呢 点这个确定 这样你可以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所以说 大家最好是在现有文明之间来进改 尽量不要自己去做 因为你自己做的格式并不能够 并不能够保证 就一定能够满足软件的要求 那如果就是说你做了半天 他满足不了要求 你还得重新做 所以说你还不会怎么样呢 直接在你保存的 就是你先让转 你再保存一个文件出来 然后再保存文件之上 然后再进行改去 但如果你要想要多个 你可以复制出来一个 比如说你从这里面 你肯定可以复制 比如说我们复制出来一个 002 所以说这一个 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个 通过Active Value点击曲线 这也是可以的 这就可以的 然后这里我们说的 关于这个和关系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控制方法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个 通过点的曲线 这样两种控制方法 那么好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 通过点的曲线 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话 那么这里我们就这样 给你要说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两种方法 能够好好理解一下